憲議會民進黨團表示 核市場距離頭城只有8公里 距離蘇澳50公里 若不幸發生事故 250公里之內都必須大撤退 怎麼會說核市起風商轉市中央的問題 和地方沒有關係呢 250公里的人都必須大撤退 在這裡我要請教林志廟縣長 核市場發生災變的時候 跟我們宜蘭關有關的還是不關的 為什麼你會說這是跟中央有關的 跟宜蘭關不關的 這種這麼含糊的回答 你競然說得出口 在這裡我要拜託我們林志廟縣長 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 核能的污染有多嚴重 我相信林志廟縣長應該是非常的清楚 不要因為只是中央國民黨的指示 你卻來忽略人民的生命安全 希望林志廟縣長應該好好來表態 是人民重要還是黨重要 宜蘭市長江聰淵表示 歷任的宜蘭縣長除了呂國華之外 都公開堅決反對核市 呼籲國民黨籍的林志廟縣長 應明確表達反對立場 和縣民站在一起 我們也慎重呼籲 我們國民黨籍的林志廟縣長 要站在一個確定的態度上面 來堅決反對核市的商傳 這樣才是對宜蘭對全國 這個有這個福音的 這個不是中央的議題 中央的政府非常的明確 反對核市來商傳 所以我們現在 需要跟中央站在一起 共同來反對核市商傳 黨團強調 核市封存是林義雄先生 用生命捍衛的直接成果 8月份的核市起風商轉公投 是台灣邁入非核家園關鍵一戰 呼籲縣長林志廟在所屬政黨 中國國民黨和縣民之間做出選擇 2014年的時候 林義雄先生他用生命去捍衛反核的訴求 那激起了全台的反核運動 那過去呢 宜蘭縣政府都一直是很明確的 能夠去表達出捍衛宜蘭縣民的利益 不會讓黨藝淋駕於縣民的利益之上 那我們非常遺憾 就是說宜蘭縣政府在政黨輪替之後呢 已經變成是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此縣長重申 宜蘭好山好水 守護宜蘭環境是我們不能退讓的底線 宜蘭縣政府和民眾站在一起 禁止核廢料放在宜蘭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